鸣鼓塔到底有多恐怖,堪称清朝最可怕刑罚,女囚宁愿自杀也不肯去。 中国古代是一个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,在这样的社会里,让皇帝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,皇帝为了彰显权威,为了加强统治,并未制定严酷的刑罚,但是刑罚也是分阶层的,犯罪的穷苦百姓自然不能够与犯了罪的贵族承受相同的刑罚,因此为了照顾贵族的尊严以及利益。 古代的统治者们便发明了流放之行,流放之行看似只是摧残犯人的身体,但实际上对于犯人来讲,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,都在承受着巨大的折磨,清朝时期如果有贵族触犯法律的话,便会被皇帝下放至宁古塔,而对于清朝的囚犯来讲,他们宁愿自尽也不愿意前往一步,宁古塔到底有多恐怖,大家好,这里是纵观史书,带大家了解不一样的历史。 宁古塔是清朝时期吉林三个边陲重镇之一,位于如今的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海林市长廷镇的古城村,虽然名叫宁古塔,但实际上并没有塔。 宁古塔人是满人的叫法,宁古是六的意思,塔是个的意思。 所以宁古塔亦为六个,至于为什么会叫宁古塔,至今也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。 最广为人知的说法就是,努尔哈赤的曾祖父曾居住在此地,并生了六个儿子,后来还把这个地方分给了这六兄弟居住,因此这个地方被叫做宁古塔。 那按照这个说法来看,宁古塔还是满洲人的发源地,这样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地方,又怎么会成为后世流放罪犯的地方呢? 不过其实,努尔哈赤真正统治宁古塔一带要到1610年以后了,努尔哈赤虽然是女真人,但当时女真人本身也是按照生产力水平分为生女真和属女真的,生女真往往生活在更靠北的地区,包括今天的东北北部和外东北一带,生产力较为落后,宁古塔当时就是生女真生活的地方,而属女真往往生活在东北南部,生产力相对发达一些,也有一些农耕产业。 努尔哈赤所属的建州女真就是属女真的一部分,当然,无论是生女真还是属女真,在当时大明王朝的官员们眼里都是蛮夷,宁古塔乃至整个生女真有多落后。 也就可想而知了,努尔哈赤起兵以后,也是先召立于统一建州女真,之后才把目光投向了北方的生女真,此时就连属女真都看不上北方落后的生女真。 努尔哈赤虽然多次进攻生女真,但往往只是在这里掠夺人口,用来作为冲锋陷阵的炮灰,生女真本身极为落后,又缺乏铁气,自然不是努尔哈赤的对手。 在被努尔哈赤多次掠夺后,宁古塔一带的人口大为减少。 直到1610年,努尔哈赤即将统一女真三大步之际,为了稳定后方,这才有了在宁古塔建立统治的想法。 1616年,努尔哈赤自称富裕列国英明汉,建立后金,自然也要对生女真地区建立稳固的统治,于是就在同一年,努尔哈赤在宁古塔建立营寨,驻扎军队,宁古塔这才重新焕发生机。 即便如此,宁古塔的生活条件还是十分艰苦的,就连女真人自己都不愿意在宁古塔夺待,而是纷纷前往较为温暖的辽东地区,努尔哈赤不得不开出较为优厚的条件来吸引人口,才有人愿意在宁古塔定居满清入关以前,这里就已经是许多人眼中的苦寒之地了。 而在满清入关以后,大家纷纷前往中原的花花世界定居,宁古塔的人口就更少了。 但满清入关以后,并能马上夺取天下,大顺军残部,大西政权和南明政权依然在坚持抗争。 中原地区也有不少异军揭干而起,反抗清朝的统治,因此清朝不得不抽调在东北的驻军南下,加入到夺取天下的战争之中,这就进一步削弱了东北的防御。 本来这或许也没什么,毕竟努尔哈赤已经把周围的部落禁属征服了,但此时已经是17世纪了,整个亚洲乃至世界的局势都发生了巨变。 因此,就在清朝忙于关内战争之时,一群不速之客,清朝此前从未接触过的部落来到了东北,这就是俄国人。 早在16世纪末,俄国就开始了对东方的征服,不断派出殖民者前往东方进行探险活动,到了17世纪中叶,他们的触角已经伸到了黑龙江流域,俄国殖民者趁着清军主力不在东北的机会大举入侵,占领了黑龙江两岸的大片地区。 面对俄国的入侵,宁古塔作为东北重镇的重要性逐渐显示出来,东北是清朝的龙兴之地。 清朝自然不能容忍俄国的侵略,于是顺治皇帝调集军队与俄军打了一仗,将俄国殖民者逐出了黑龙江流域。 宁古塔在此过程中作为粮草,兵源和武器的中转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,引起了顺治帝的重视。 1653年,顺治帝在宁古塔设昂邦张经镇守,昂邦张经就是总管的意思。 而与此同时,清朝在关内的统治形势也发生了变化,此前清朝在与南明的战争中多次受挫,在中原也面临着多股起义,因此对士绅阶层采取拉拢政策。 只要替发一服,往往就能被清朝所接受,即便犯了罪,处罚也相对较轻。 但到了1655年以后,清朝在战争中取得了绝对优势,中原的骑军基本被消灭,南明政权也被压制在西南异域,清朝的统治政策也发生了变化,逐渐由宽区延,开始逐步取消士绅阶层的部分特权,并对其中的不忠者,甚至仅仅是可能通敌的人员加以严厉打击。 在过去,清朝统治者往往是将犯人流放到辽东地区,比如圣经、辽阳、福顺等地,这里气候相对温和。 人烟也较为稠密,相对来说条件还好,这也让清朝统治者认为仅仅是流放辽东还不够,不足以起到惩戒犯人的作用。 另外,为了防备俄军入侵,宁古塔一带也需要更多的人口,因此到了1655年,清朝修改了流放条例,将宁古塔作为流放的首选地区。 宁古塔位于清朝的边陲地带,距离京城有1500公里的距离,在古代流放的犯人一般都是犯下了重罪的,在前往流放地点的途中,犯人们必须用双脚步行。 上千里的路程,对于老若病残来说,算得上是酷刑了,那时候的女性还流行着裹脚,了解裹脚的人都知道,三寸金莲,连站都站不稳,更不用说长时间的走路了,没走一步路就像踩在了刀子上。 宁古塔地处高纬度区,所以其气候也是十分恶劣的,夏天多狂风暴雨,冬天则是冰天雪地,寒冰刺骨。 因为押送犯人是有时间限制的,官兵们必须在规定的期限里将这些犯人送往宁古塔,所以除了晚上睡觉的时间,这些犯人无论遇到什么恶劣的气候也必须继续赶路。 他们的脖子上带着沉重的枷锁,脚上拴着冰冷的铁链,一不小心就会把身体磨得血肉模糊,白骨森染。 在这样的恶劣天气下,他们的伤口常常化农感染,很多犯人还未到宁古塔,就会死在路途中。 据相关记载,被流放到宁古塔的犯人,只有少数人能到达最终地点,如果是在遇到了恶劣气候的条件下,甚至会有三分之二的人死在路上。 在统治者看来,只有在这样的折磨之下,这些犯人才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,才能给民众起到警示的作用。 像甄嬛在得知自己一家人被流放宁古塔之后,直接黑化也是这个原因。 甄嬛妹妹才几岁,她就要遭受到这些人的凌辱,甄嬛想到这儿也就能够理解她为什么如此生气了。 不光如此,这些人在路上还有可能会直接死亡,官差们如果不能按时按量地把人送到,还会受到非常严重的处罚。 像有的时候,如果是压借这些逃犯,有人半路逃跑,他们无法找回的话,需要让自己的人去冲树,或者是半路死了人的话,哪怕是只剩一条胳膊,都要把这条胳膊带到宁古塔去进行交接。 这种可怕的交接仪式也造就了人们对于宁古塔的恐惧心理。 其实宁古塔的恐惧不在于她一路的艰辛,而是在于在路上有可能遇到的各种可怕的事情,比如碰到野兽出没,碰到恶劣天气,劫匪,这些官差的羞辱等等。 因此,古代女子宁愿选择自杀,也不愿意走上被送往宁古塔的道路,因为自杀起码还能保证他们的清白。 一旦被送去宁古塔,他们不但丢失了清白,可能会过得生不如死,到了宁古塔之后还得去当苦力。 这样的日子实在是太痛苦了,也难怪没有人愿意去宁古塔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